吃货 有啊 玩家 在这 达人 这是我 我是吴依佩 邀请你一起探索迷人的小日子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9月2号星期六早上10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依佩 我今天要跟大家 大力的推荐这本书 不过这本书 如果大家买了 回去之后请小心服用 因为我真的很少 我几乎没有访问过 一位他不是专职 是作者哦 他是一位演员 然后他是一位在演艺圈 还是很活跃的一位演员 竟然出了一本书 非常认真 我以为应该是图文吧 就翻开可能很多照片 然后稍微记录一下一些事情 No 这本书请小心服用 但我觉得非常好看 如果我有时间 我想要把他带到国外 去度假的时候 好好的阅读 仔细的推敲一下里面的文字 很开心 今天可以访问到逆境快乐 各位小心服用 因为将近14万字 好不好 作者福地又介 Yusuke今天来到了节目现场 很开心今天要跟他聊 他的这个作品 Yusuke你好 你好你好 早安 早安 Yusuke出了这本书 叫做逆境快乐 然后这本书很认真 你是我访问过的 在演艺圈的演员里面 或歌手或什么 反正就是艺人里面 太认真在写书的人 你怎么有办法生出 13万字的文字 然后都是你自己亲身的故事 然后亲笔去写的 OK这个部分其实是 这个尖端出版册 就是首先给我这个机会的时候 我自己想 我能够写出什么东西 那我自己 我有一个一直写东西的习惯 就是不只是一个文章 有可能是平常的时候 或者是日常生活当中 如果我想到什么 我会就是记录下来 所以我就先列出来 然后就我先列出来的时候 我自己觉得 没关系 我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都写出来 后来就是 以后如果我写出 就是一大堆文章的时候 有可能有一些主题会浮出来吧 所以那时候我自己 把自己能够写出来的东西 列出来 然后就是我 就是不断的写 后来结果 我写了 我先用日文写 结果我写出十四万个字 这样子 所以不可思议了 因为我自己 因为像你说的 我不是 专业作家 对 但是 身为一个演员 我自己很想要用自己的思考逻辑来写文字 因为我听说有一些艺人或者是歌手先生 小姐 他们会用这个对话的方式去做出一本书 没错 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念的是比较文学 我的论文 什么叫比较文学 这个有点 复杂 硬 比如说 很简单跟你解释的话 这个比较文学是 我主修的是英文跟日文 然后我的论文 就是毕业的时候的论文是关于日本的一个作家 叫做 川端堪城 我写学过的那个德国诺贝尔奖的那个作家 了解 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日本的作家 然后他的很简单解释的话 他有一些作品嘛 那当时他出这本书的时候 在美国也要出版的时候 一定会有中间会有翻译者 那 比如说 里面如果有写 一段就是 一个男生 到一个餐厅 然后就是 上这个餐厅的时候 他脱鞋嘛 在日本我们会脱鞋 脱鞋的文化 对 要脱鞋 所以脱鞋的时候 那这个鞋子不能放在那个正门 一直放在那边 对 所以要交给店员 对 然后那个店员会就是 给这个男生一个牌 几号几号这样子 那他回家的时候 这个牌子给你店员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就他会把那个 他的鞋子穿过来 是 日本有这个文化 但是一个翻译者 直接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很奇怪 对 就是外国人看不懂 对 当地人会觉得想说 为什么他们要脱鞋 要给牌子 没错没错 什么意思 所以呢 当时 现在这个现代是有点 很少发生的事情 我没有想过这件事 所以 因为现在就是海外旅游是很普遍的事情 对 但是以前不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翻译者 一定要用 当这个读者 海外的读者 看得懂的方式去 翻译 这一段 所以 比如说在 好像是那一段 翻译成英文的时候 那个英文版本是写 一个男生 到餐厅的时候 他在那个 国外那边有一个文化 就是把外套 交给店员 交给服务生 然后被挂起来 对 然后那个牌子会拿到 然后回家的时候 再拿到这个外套 我懂我懂我懂 所以日文的版本是用鞋子 但是英文的版本是 这个翻译者 就是翻译成外套 所以你是在念这个的 对 所以这个用英文说的话 connotation跟denotation 这个是比较硬的 好难哦 好难哦 可是问题是 你是一位倒倒地地的日本人 我一直在想说 Yusuke到底是从 什么状态之下 然后来到台湾 我翻了你这本书 我还发现 你其实是在世界各地 走过了很多地方 然后你最后才 最后才定居在台湾 没错 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 也是在这本书里面 就是开头写的故事 就是我19岁的时候 我到一个 好浪漫哦 美国的一个郊外 叫做Davis U.C. Dav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avis 我去那边 短期留学 六个月而已 后来我用铁道 横跨 整个美国 然后你要去 New York New York 对 纽约 所以那个铁道里面 我遇到了一个 在我人生最重要的五分钟 然后这个 从那个 好想那一段 谢谢 这个五分钟开始 我想要追求我自己的这个 想要追求自己的艺术 这个目标 所以 其实是像你说的 很多人跟我说 你走过很多国家 这样子 但是 每一个目的地 其实是 在我的演员之路 一直都有一个主宗 就是 我想要当一个 更好的演员 I want to be a better actor 所以 每一个阶段 我自己看 现在我能够做什么 那 我想出来的一个想法里面 有一个国家 或者是 如果我有一个地方 我可以 更成长 或者是 可以学到 更好的事情的话 我忍不住 真的是 亲自去那边 用细胞体验 用细胞体验 我跟各位听众朋友说 我下一阶段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 那五分钟发生了什么事 而且各位 时光倒流到 你如果跟Yusuke一样 那一年才十九岁 他为什么要去New York 因为他要过二十岁生日 希望在New York Times Square 就是度过他的二十岁生日 可是 一个十九岁的少年 那五分钟 我仿佛看到一个 九十五岁的老爷爷 的人生启发 太不可思议 各位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 Yusuke告诉我们 那五分钟的 十九岁的那个五分钟 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在你人生当中 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子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近 九月二号星期六的 早上十点钟 欢迎再度回到 POP有够近 我是宜佩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出了这一本书 叫做逆境快乐 十三万字 我个人觉得非常好看的 很多很多的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 我没有想过的事情 在这本书里面发生了 非常欢迎 作者就是福地宥介 Yusuke 你好 Yusuke 我们刚刚有聊到 十九岁的那五分钟 对 那一个篇章的 那个五分钟 我看了非常的过瘾 你告诉听众朋友 当然大家要买这本书 才可以知道说 你中间到底 其实是很 detail的过程 你大概讲一下 那五分钟 你遇到了什么事情 好 其实你这样 讲 我很开心 因为虽然是 那五分钟的故事 是在我书籍里面的 开头的一个 故事 但是我已经 其实是跟 很多人讲过这个故事 因为最近我能够 得到一些可以去演讲 或者是座谈会的机会 所以我跟学生 或是跟他们的教授 校长 父母 我都已经跟他们讲过 所以 虽然是 买到这本书才可以看到 但是我很愿意 跟你们分享这件事情 那这个故事是 我不是东京人 我是从东京开车 需要差不多 两个半小时的小城市来的 所以我18岁的时候 为了上大学 我才离开我老家 然后到东京 但是那时候 我上了一个大学 叫做法政大学 我的科系 第二年级的后半年 一定要选择一个 合作的海外的一个大学 然后我需要那边 就是过了差不多半年的时间 这代表 我们一进到那个科系的时候 已经知道我们 到20岁的 跨年的时候 或是过年的时候 我们无法参与任何的典礼 成年礼 日本的成年礼其实很重要 没错 20岁是很重要 加上我的生日是1月1号 没错 所以我18岁 我上那个大学的时候 已经知道我20岁的时候 我不能在日本庆祝 所有一切 所以那时候 我已经就是下了决心说 好那我到美国 我只有六个月的时间 半年嘛 所以我下了决心说 哇 我真的用百分之一百的力量 去好好学习英文 然后从就是美国回东京的时候 我真的很希望 我自己是一个 可以用双语言的这种 一个语言 所以我到美国的时候 这个目标很清楚 虽然我怎么 我多累 或是我跟日本朋友在一起 我们决定我们一定要用英文交流等等等等 所以当时的我的心情是真的是我好好学习英文 这个心情去到那边 但是我还是在我心里面觉得 还是我到20岁的那个瞬间 我想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那我朋友跟我说 其实是在美国当地那边有一个特别的车票 就是给外国人卖的 就是两周三周一个月这种的比较便宜的票 那我买的那个票 我决定从那个加州Davis 我坐这个火车 当地的火车 不是高铁 我想要用搭那种火车到纽约 然后在纽约的Time Square 时代广场 那边庆祝自己的1月1号的这个20岁的生日 好浪漫 好有意义哦 对 然后那个可以就是当成一个我自己个人的成年式这样子 所以我花了差不多三天的时间 我从那个Davis搭这个火车 因为美国真的很大 所以我先到那个Chicago 我花了两个晚上 那时候我没有钱 所以我没有订那种有床的这种车厢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普通的位置而已 我过了那个位置两个晚上 然后再一个晚上到纽约这样子 结果呢 到那个车厢里面的时候 我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处理 那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是我怎么吃饭 所以我先没关系 那我先好好就是观察这个铁道的这个Amtrak 那个铁道叫做Amtrak Amtrak的每一个车厢有什么东西 我先逛逛一下 后来我发现有一个 我们的这个位置 有很多位置车厢的前面有一个风景车 风景车是什么呢 风景车就是他们的玻璃 就是两边都是玻璃 都是玻璃 只是没有客人 有一个Bench 很多Bench 然后可以看 就是美国的很多外景的这一种 一个车厢 酷 那那个车厢的前面 我有发现那边有一个小小的商店 很像在美国卖的三明治 就是可乐 那些东西可以就是很 很方便就是去那边买东西 然后回去自己的地方吃饭这个样子 但是我经过这个风景车的前面 我又发现那边有一个另外一个车厢 是石坦车 那石坦车是什么呢 那边有很多桌子跟位置 然后可以订饭 然后就是早餐 就是Lunch Dinner都可以在那边订 但是当然比那个三明治贵一些些 那我自己觉得 好像是第一天的早上 我就去买那个三明治 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吃饭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但是这样子好像是 没办法跟别人交流 对 我在 我跟你会做一样的选择 真的吗 我在美国的目的不是好好学习英文吗 那时候的我真的是 我的英文没有那么好 对 但是 我决定 好 没关系 我好好的去那边跟当地人聊天 后来我决定我去石坦车 没有钱 但是我吃吃看那边的餐 后来我发现 每一次我可以遇到三个陌生人 因为我们的位置 一个桌子有四个 四张椅子 所以这个每一个餐 我可以遇到三个陌生人 好好听英文 好好就是讲自己的故事 用讲英文 对 大部分的时间 我是听不懂他们在讲什么东西 但是我就笑笑的 你们都有这个经验 对 就笑笑着 然后笑笑 然后就是有时候假装 就是yeah yeah yeah I know 之类的 但是 那时候我真的是 把自己推前面 然后就我自己决定 没关系 这个这个所有一切很累 但是我决定 没关系 我每一个餐我想要到四张车吃饭 所以总共这个三天 每一餐我决定在那个四张车吃饭 但是 每一餐每一餐 就是吃完之后 我回到那个风景车的时候 超级累 我懂 因为那是一种消耗 因为你等于算是你要很focus 在那个对话里面 虽然你好像没有回答什么 可是那个是 很 就是那是你内心要一直不断的 不断的不断的 就是那是一种内耗 没错 你一直在发散你的能源 而且是 很累耶 每一秒都是挫折的那种感觉 没错 我光看你在写那段的时候 我就心想说天哪好累 果然你累了 很累 超级累 因为 你知道到一个国家 然后就是用陌生的语言来跟别人交流的时候 我也很想要交流 但是因为是我的能力不够 跟不上他们的速度 或者是笑点就 catch不到 我觉得很 一种挫折 所以过了两天半之后 最后我到纽约的 就是快到纽约的时候 最后一餐 我在考虑要不要休息 我自己要回去 自己的位置休息 所以 第三天的lunch 我在那边跟三个墨山人 很努力讲话之后 回到风景车的时候 没关系 但最后一餐 我就是好好的回去自己的位置 发呆吧 因为我已经努力过 所以很疲惫的状态去 只是坐在一个风景车的边边的位置 就是发呆着看着那个风景 那时候我最觉得好吧 那就回去 那时候我们的时代有这个CD 没有iPhone iPad 所以 我有这个CD player 我就回去自己的位置 好好听自己喜欢的音乐 看风景吧 因为这个风景也是在美国只能体验的东西 但是另外一个脑海里面的自己跟我说 Yusuke这样OK吗 你不是来这边好好学习英文吗 所以 但是真的我很疲惫 所以我没办法 下决心 就是好好地在那边再努力 那我这个两个Yusuke就是对话的时候 我决定好 5分钟的时间 就是留给你自己吧 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你就是决定留在那边 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不要马上离开 马上回去自己的位置 你自己给自己5分钟的时间 在那边发呆吧 发生什么事 看看 有可能什么事情都不会发生 但是没关系 给你5分钟的空间吧 好 那我就留在那边 后来 从那个有位置的那个车厢里面 一个美国的家族进来 然后他们的女儿跟妈妈坐在我们 我的旁边 他们开始跟我讲话 然后问我一些事情 天哪 我们今天会不会整整集只聊了这5分钟 然后一个小时都结束 对不起 我的故事有点长 不会不会不会 但是我觉得很引人入胜 你完完全全 我证明了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13万字里面所有的一字一句 都是Yusuke写出来 因为他刚刚在讲的简直 就是把他的书里面的内容 完完整整的都讲出来 我们广告之后 其实这一家人改变你人生 没错 19岁的人生 然后一直影响你到现在 广告之后 一定要知道这家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好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跟Yusuke聊天 福地又借出了这本书叫做逆境快乐 我觉得我其实是一个可以活得很慢 也可以活得很快的人 其实我跟你一样 你没有那么纠结 我很纠结 我在身为演员的时候 我是很慢的人 OK 我在身为主持人的时候 我必须要很快 懂你的意思 所以我就必须要在这两者当中 一直不断的调配 想说我今天是这个 明明是这个 上半场是这个 下半场是这个 我希望一直会不断的调配 OK 好 来Yusuke 你一定要告诉我们 那个美国人 坐在你们旁边那一家人 其实改变你的人生 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不可以讲太长 不可以讲六万字 OK OK 所以结果这个家族进来 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做 但是他们的妈妈跟女儿 开始跟我讲话 后来因为是一家人 慢慢开始就是他的爸爸 或者是他的女儿的男朋友 他们就集合在我身边 然后开始跟我聊天 后来我们在的地方是风景车 所以当时那个他们的爸爸 开始跟我解释 那个当地的所有一切 好像是那个地方是Corolado 我们就是那个车厢经过 很大的一个river 就是大河的时候 他跟我说 欸Yusuke 这个河就是在美国很有名的Corolado River 这个很有名哦 然后就是我们的那个车厢的远方 就看到一只鸟 欸Yusuke 那个一只鸟看起来很小 但是其实那一只是蛮大的 因为那是很 那个也是在美国很有名的Corolado Eagle 就是老鹰 而且是Corolado Eagle 对 然后那个女儿的那个男朋友 就是看到那个铁道说 欸Yusuke你看 那个旁边有很多玻璃的一些碎片 或者是那边有一个玻璃的空瓶 有可能 因为那个Corolado那边都是石头 没有什么很大的一个建筑物 所以他说 其实是那一些东西 有可能是一百年前 有人在这边丢掉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是没办法捡回来 所以他们开始解释当地的所有一切 后来呢 就是我们慢慢开始跟他们聊天之后 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后到他们要下车的Corolado Station 然后他们就下车嘛 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拜拜 然后我就送到他们就是出口之后 我慢慢回到我自己的位置 那这个铁道再开始出发 然后慢慢开始看这个Corolado的这个大地的时候 我慢慢开始发现 欸一个小时之前 好像我的人生变成两条线 嗯 如果我在风景车 就是吃饭之后很疲惫的状态的我 回去了 对 我直接回到我自己的位置 看这个风景的话 这个风景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大地而已 嗯 那对来讲就是风景而已 对 但是一个小时后的我 果然就 我一个小时后的我回到那个位置 现在就是看 正在看的这个风景 我已经知道 刚刚我经过的是Corolado River 那个鸟是老鹰 嗯 这个碎片有可能是一百年前留下来的 的东西 我开始发现 这个差别蛮大的 后来我就 还有在那个这个座位上面 我有发现 五分钟的小小的行动改变了我的后面的一个小时 我有可能一个小时后一样坐在一样的位置 看一样的风景 但是我的里面 知道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我在看这段的时候 我全身鸡皮疙瘩 然后我想到了一部电影 虽然那电影的过程很恐怖 就是小小的事情 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定跟做那个决定 你会改变你的人生 就是 butterfly effect 啊 ok ask and catcher的那个 对 你现在 你决定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决定要不要跟他结婚 你决定现在做这件事情 或是你决定 我要现在来伤害这个人 你后面的人生 你会截然不同 就是你不能小看那五分钟 嗯 就像你说那五分钟 你可以回去 什么事也没发生 那一切对你来讲 就是风景 对 所以那时候我在座位上 就我有发现 如果我下决心改变我自己的五分钟的行动的时候 能够可以把一个小时改变成另外一个更丰富的一个小时 那如果我把自己的一个小时 改变成做自己的朝目标 采取的一些行动 那有可能后面的一天会有改变 嗯 那这个一天改变了自己的那个行为 有可能一周的时间 有可能完全不一样更丰富 那这个一周变成一个月 一个月变成一年 一年就是变成三年五年十年的时候 如果我持续的这样做的话 如果做到十年 这是不是我们所说的人生不是吗 嗯 所以我在美国的一个local的一个铁道上面 就是人生很多事情 就是其实人生有非常多的选择 嗯 我觉得当然一刚开始啊 Yusuke要走进这个录音间的时候就来跟他聊这本书 我就说我很喜欢里面你提到了某些事情 然后Yusuke说哈真的吗 可是我有些朋友觉得我这样子很奇怪 或是觉得我好像不是活在现在 我说不是啊 那是你的选择 对 你主动选择你要或不要 跟你没有跟上这个时代是两件事 嗯 而且是这个选择 就是关于这个故事 我的选择是 只是我要给自己多五分钟嘛 嗯 重点是我做的事情不是大事情 我只是多给自己五分钟而已 嗯 但是从这个经验开始 我很重视小小行动的可能性 嗯 因为现在我在台北 然后我在台北新加坡北京上海 吉隆坡东京 呃我慢慢开始演呃男主角这样子 嗯 如果当时我有这个目标的话 可能在我面前需要克服的东西超多的 嗯 需要就是学习中文英文blah blah blah 但是 但是我觉得 小小的行为的累积 会带你去一个目的地 嗯 我相信 我非我现在非常相信这件事 所以每一件事情 有可能别人会跟你说 你的目标是有可能太大什么的 但是 如果你有这个目标 然后慢慢开始呃 做小小的行动的时候 这已经是很大的一步 很多人有可能会说这个是呃小小的一个行动而已 或者是没什么意义 但是我跟你们说 我的人生充满都是这种很有意义的小的行动 所以每一次 因为是这次19岁发生的事情 每一次我到大学演讲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是跟当时的我的年龄层差不多一样嘛 我很喜欢跟学生分享这件事情 因为我现在是39岁 但是你们还是就是20开头或者19岁 当时的我在我身上真的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这就是一个证明 所以请你们相信这个小行动的可能性 然后我写出这本书之后 我有一个口号 如果你有一个目标 虽然全世界的99%的人说你的目标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全心支持你的目标 因为我的人生充满都是逆境 但是如果你有目标的话 这个逆境会变成一个成长的很好的过程 你好日本人喔 真的吗 所以我才给这本书一个名字就是逆境快乐 然后就是我给他一个英文名是soul action 然后这个action的这个英文的i 我特地把它做成另外一个形象 是数字的i 对 因为i是有可能小小的数字 但是小小的行动 一个很小的行动或是什么 都是一个action 然后很多人说你要听你心里的声音 但是对我来说 好像是跟我自己的行动的这个圆圈有点有距离 嗯 对我来说 我的行动是从我的灵魂来的 嗯 所以要听自己的soul 灵魂的声音 嗯 然后听你自己的灵魂的声音的时候 如果你可以采取一个行动的话 那就是可以让你兴奋 然后可以就是不断的努力下去 所以我就给这本书一个英文名是soul action 你知道你啊 是我访问过了这么多人当中 嗯 如果真的要说日本人的那种一起一会 或者是活在当下 嗯 有些人很多人真的只是说说而已 而且我们有时候很认真想要活在当下 就是有时候有在当下 有时候没在当下 很多干扰的时候就没有在当下 你可以自己尽心一个人就有在当下 你是我现在访问过了这么多人 嗯 你是不仅是活在当下 你是活在每一秒钟 你是每一秒钟 都是很有意思的活着 嗯 因为我自己觉得 现在我的人生 就推动我的人生的源泉 是从我自己的灵魂来的一个力量 超酷的耶 但是很多人问我 那这个听灵魂是什么样的事情 简单来说 我自己觉得 一定会你会遇到一些 让你很自然的 自然而然的 让你兴奋的事情 嗯 这是跟自己的本能有关的 嗯嗯嗯嗯 所以 如果你就是刺激到自己的本能 就是 开始做出的那个行动 其实是没什么理由的 嗯 我懂 像一个男生就是 呃 或是女生 或是男生女生 我都可以看到 在马路上看到一个 有魅力的对象的时候 虽然是一个 东区 或是心意区 满就是满街都是人 但是你一定会看到这个对象 嗯 每个人看哪一个人是不一样 嗯 每个人兴奋的点都不一样 嗯 但是 我觉得 为什么你会注意到这个人 其实是没有理由的 嗯嗯 我能理解这件事 我以前不能理解 我觉得那就是我们设定的目标 嗯 现在会知道说你想要这个东西 或你想做这些东西 有时候是没有理由的 嗯 好 广告之后呢 我就最后一个阶段 我想要用短短的三到五分钟 来问一下Yusuke 其实是蛮多媒体有防过你 可是我看了你完整在叙述这件事 我还是绝不可思议 Yusuke是一个不太用网路的人 在现代人当中 我觉得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7.5分钟 7.5分钟 5.5分钟 青天雨天每一天都想你 POP Radio是我氧气 POP Radio 就一起 再一起 青春有主见 他们最亮眼 POP有够近 吃喝玩乐最有进 好我其实真的是非常想要 常常找Yusuke来节目上聊天 因为我觉得 你的聊天非常有内容 然后再来就是 你是非常能够说故事的人 还有你的中文能力 真的让我吓死了 就是中文能力真的非常的好 你现在是中文很好 日文你的母语嘛 英文也非常的好 有法文一定比我强很多 最后 我觉得比较酷的点在于 就是现在的人啊 都活得太科技 我们现在都活到AI的时代了 但是很多人会说 Yusuke你活得好古老 你活得好过去 来 Yusuke你现在手机拿什么型号的 我的那个iPhone是好像是 我给你看 6的吧 对 而且是那个 我演那个角色的时候 我也演了那个攀岩的角色 这个手机一直就是摔到地上 所以我的萤幕是 iPhone6 iPhone6 而且你的上面也太多 也太多那个被你摔到碎掉 对 我演那个攀岩选手 那时候就教练的那个手机也是这样 所以我也就是放着这样子用 因为还是可以使用 然后重点是你平常是很 很常offline的人 因为你没有网路可以用 对不对 其实现在就是台湾的满路就是 至少会提供给我们就是网路 好像是one gig 一个月 对 一G的 最低的 对 所以我的plan 这个合约是最低的 一个月一九九的那种 所以我可以用one gig 但是用不完 用不完 因为经纪人就是传讯息 或是打电话 差不多这样吧 或者是我看 我很喜欢坐公车 所以我看那个 那个几号几号什么时候来 你知道我朋友那天去哪里啊 就反正去出国去玩 他买12G的 真的 我一年用不完 对 他买12G的漫游 然后我们都以为 他在国外出了什么事 因为三天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 就是更新他的IG或什么的 然后后来在出现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回到台湾了 他就说用他12G 三天就用完了 Oh my God 然后你是12G 你可以一年用不完 对 然后在我家里有WiFi 所以有一些要听音乐 或是我真的很喜欢听电台节目 那就我在家里下载好才出门 或是我现在在日本有一些专栏 就是写稿 然后跟日本的编辑 或者是杂志社的人联络的时候 当然需要网络 然后我也会看YouTube或是什么的 但是我觉得一出门 就玩GIG就用不完 这样子 我不会玩游戏 我喜欢你在写手机这篇的下的注解 你写说 如果要我低头在看网络的世界 那我宁可抬起头来看每一天的夕阳 对 尤其是真的是我很喜欢坐公车 因为公车会看到外面的样子 然后就我可以得到很多灵感 这样子 因为我们真的是 我们可以使用这个手机的时候 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们就比较第三者的看法来看自己的时候 一天我们多少时间需要关在这个小小的这个荧幕里面呢 这个对我来说很可怕 身为一个演员更可怕 没错 因为这样子 我无法感受到周围的环境 或者是大自然 那一些事情都就是忽略掉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情感都会退步 我很喜欢这段 我也要勉励自己 不要那么长的被关在小小的荧幕里 应该要多感受周遭的事情 更有意识的活着 我觉得我比较跟你比较像的点是 因为我也不打游戏 因为我觉得那太 当然对 我不是说打游戏不好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想要 可能想要看书或是什么之类的 每一个人都有办法去决定 你的那一秒钟要做什么事 但你有没有办法 活得更有意识 而不是那些时间就被浪费掉 推荐大家去看这本书 逆境快乐 我非常开心可以遇到Yusuke 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读你的这本作品 最后点一首歌送给听众朋友 你想要点什么歌曲 我想要点一个 因为是我想要用这个Soda Green 这个名字 是因为这首歌 苏打绿的无眠 而且是不是台语版 这个国语版 是我人生第一次来台湾的时候 在当地遇到的一个朋友 给我推荐听的一首歌 当时我的中文超级不好 所以他给我介绍的时候 用的名字是Soda Green 然后那个无眠 好酷哦 所以这一首歌 是在我人生当中 第一次听台湾乐团的一首歌 所以超有意义的 无眠 它的声音很漂亮 真的真的真的 好 最后就来听听苏打绿这首 无眠 是